从前车马很慢 书信很远 医生只够爱一个人 这个说的就是美国吧 在美国车祸的人都知道车马很慢 然后呢 很多的支付方式 或者说通讯方式 还维持着非常传统的方式 是美国的科技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吗 不是的 是那么约定俗成的这种习惯 大家遵循传统 然后呢也觉得这个方式呢 我认为 因为我现在也越来越喜欢这些方式了 刚开始是非常不适应的这种 比如说吧 通讯方式 举个例子啊 我们很少用邮政信箱了吧 我们很少用电子邮件了吧 有什么微信一发 QQ一发就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呢邮政信箱也好 电子邮箱也好 对我们来说是不普遍的吧 然后我自己在 中国的家里面的那个电子邮政信箱吧 基本上已经被废弃了 里面只有垃圾邮件什么的了 就是说来到美国以后 你就发现我们原来的 有一个社交软件一家独大的 这种情绪不存在 就是说没有哪个社交软件 可以代替所有的交流 当然呢有一些 也可以发发图片呢 传传文件的 但是不普遍 就是你可以发 但是别人不喜欢用这个方式接 所以呢邮政信箱还非常的普及 就是我们收信件 比如说这是我的银行卡 是银行发过来的 那我就是通过信件的方式 还有呢账单 就比如说我的水电费 气费 还有呢等等的 就是各种账单呢 是通过这个邮政信箱发过来的 还有信件包裹都很普遍 USPS是中国 是那个美国的联邦机构 就是美国邮局啊 它是属于那个联邦机构的大楼 在美国的话呢很多州的那个枪法是非常松的 但是呢联邦机构你是不可以带枪进去的 那么邮局就算其中的一个 它是属于联邦政府下面的 相当于我们的公务员的这种职业啊 听说那个待遇挺好的 所以呢他们还是比较负责任的 速度慢一点 但是呢不太会丢东西 有丢但是没有亚马逊那么厉害 好吧 另外的话呢就是刚刚说到是邮政信箱店的邮箱 其次支付方式不同 其实中国的话通讯和支付很多都捆绑在一起了 对吧就是微信啊支付宝啊这些购物都绑在一起了 那美国的话呢就不太一样 我们还是使用信用卡 我把信用卡装在里面啊 为了我不想给大家看信息嘛 那这是信用卡常用的付款方式 移动支付也是有的 还有就是银行转账也是有的 银行转账的话呢 就是可以通过那个网络转账 有时候是要收取费用的 还有一个就是支票 看我好多支票 其实我不太喜欢写支票 不太习惯了 但是我有时候会收到支票 或者有时候我要转账了 然后从这个银行开一个支票 转账另外一个银行去啊 有时候叫现金支票啊之类的这种啊 这是支票 好大一类 就是你可以用支票付款 在我们中国来看来 这是什么老古董啊 对吧 然后这是支付方式不一样 在中国的话 你基本上一个手机走天下嘛 支付宝和微信就已经够了 对吧 还有呢就是社交媒体和及时通讯 社交媒体的话呢 在中国啊 这个微信啊 微博啊 QQ啊 这些的话呢 基本上承载了所有的交流 就是你跟朋友也好 跟网友也好 跟家人也好 你就用这个就行了 打电话也行 电话号码就都可以不太需要用了 就是呃 那个电话 但是在美国的话呢 也有 但是它呢 是集中使用在社交网络上面 也就是说 我家里这个Facebook Twitter WhatsApp 这些的软件 加了你以后呢 这个朋友在网上沟通也有 但是它不是全面的一个生活工具 也就是说 它不能代替所有 啊 你可以做代替了一部分 但是不能代替所有 所以呢 在中国和美国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通讯和支付和 呃 与朋友之间的沟通 呃 其实就是通讯的 就社交媒体了 这些方面 就是特别不同 花很长一段时间 你才开始适应 到现在的话呢 我开始喜欢花现金的 就是我用点现金去购物 啊 有时候我就是 啊 直接付现金 现金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的消费不留下痕迹 就比如说 你在信用卡也好 你在电子支付也好 你老买什么东西 你老去哪里逛啊 就会留下痕迹 但是用电子支付呢 你就不会留下痕迹 这是我喜欢它的一个原因之一 好啦 我们每个人呢 对我今天这个话题 应该都是有感触 尤其是最近回国的 朋友们哈 那你有什么样的见解和经验呢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同时呢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呢 请给我点赞订阅 然后呢 下一次 我们会有更多 好玩有趣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 我会有ear的 等等 大家应该随着 我会有更多 可不可以 在评论区 和观看 自己是 我会有更多 他们的 你们想要 可不可以 高跟 当信 有编